她总是说我骗的 一点都不信任我 跟她解释无数次了 平常我跟一行正常聊天 她就说我不忠诚 那她呢 自己还老跟前任联系 我俩在一起也两年了 我都不知道她跟我说的 哪句话是真的 哪句话是假的 而且她还总跟别的女生 就搞暧昧 她老说年龄是个问题 嫌我比她小 那俩人在一起 互相喜欢不就行了吗 我也在慢慢成熟啊 就不能多过点时间吗 在我朋友们面前 她说话从来不注意 想法都用着都不行 本来我就想照顾年纪 比我大的 可以照顾我 她再这样 我真不知道 怎么跟她相处下去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王先生21岁 来自黑龙江戴叶 崔女士22岁 来自黑龙江销售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小王是有着挺坎坷的经历 是吧 对 小时候父母就 离异了 跟谁长大呢 从小时候奶奶带大的 奶奶带大 今天来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男朋友 总是骗我 我俩刚一直在一起的时候 我男朋友跟我说 他没有上过学 而且没有父母 我就挺同情他的 所以刚才是我俩在一起 花什么钱都是我花 后来他管我借钱 说是三千要买手机 我觉得一个男孩子没有手机挺不好的 因为平常工作上有什么事都挺着急的 然后我当时手里没有钱 我就去管我姐借的这三千块钱 然后借给他了 后来我又听他朋友说 他管的他的朋友借了三千块钱 我就想问你 你这三千块钱去哪了 我已经借给你三千了 然后你还管你的朋友借了三千块钱 不是 他买了一个多少钱的手机 他 他没买手机 我就想知道这个钱是去哪了 你朋友的这个钱是去哪了 当时我是管我朋友借了三千块钱 然后后来感觉心里过意不去 然后又还给我朋友了 然后才问你借的 那你为什么把钱还给你朋友 你为什么要管我借 因为我觉得咱俩是情侣关系 我觉得管你借点钱这没什么呀 那我这个钱也是管我姐姐去借的 我当时手里也没有钱 我问他钱去哪了 他就告诉我捐了 你拿我的钱捐款 那谁来捐我呀 你说这事谁信呢 当时我是确实有需要 才张口问你借的这个钱 你有需要你管我借钱 那你也不能骗我是吗 而且这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还管我借过一次一千块钱 当时我手里就一千块钱生活费了 然后我借给他之后 后来我才知道 他拿着钱去买有些皮肤了 当时那款皮肤刚上 我特别喜欢 再不买就下架了 你喜欢你告诉我 你可以跟我说是不是 但你这是欺骗 你这是欺骗我感情 那我从小就是单亲离异家庭 一手奶奶带大的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欺骗的 你父母不在的这个 他说他父母不在 其实他父母是在的 他只是父母离异了 他父母根本没有过世 因为我不这么说的话 有些女孩子都会讨厌这个 那会儿毕竟咱俩刚在一起 我想删一个隐瞒 咱俩在一起出对象 你就要跟我坦诚一点 他跟你说的时候 是他父母过世了 对 他跟我说的是 他父母过世了 实际上是父母离异 对 而且他说他家特别穷 其实也不是 他家是有车有房的 呦 是奶奶那儿有车有房 还是爸爸那儿有车有房 还是妈妈那儿有车有房 是我爸那边有车有房 跟爸爸生活吗 往来吗 不往来 都是我奶奶一手带大的 我再问一句啊 问朋友借那三千块钱干嘛去了 是买了游戏呢 还是干嘛了呢 不是 当时这个钱 我是有需要才问的张口借的 后来这个钱我还花贝了 然后再说后来那个钱 我也还给他了 这个还 那花贝的钱是干嘛去了呢 兄弟 就是之前一直喜欢就是玩游戏嘛 然后也就是有 之前就已经有往游戏里冲钱 你骗人 他之前是有买过一些 就是名牌的手表还有包 然后还有衣服 我就问他 我说这是谁给你的 然后他当时跟我说是他朋友 朋友不要送了一下的 时尚的消费人士 这么说可以啊 对 但是你的收入是支撑不了的 对吗 对 所以你现在到底还在外面 欠了多少钱呢 两万多吧 你一个月收入多少钱啊 三千多一袋 资料上面不是说 您现在代业吗 对 就是原先公司没有黄的时候 是三千多一袋 他的年龄上 他也是骗我的 我一开始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过 我说我不想找比我小的 我不喜欢比我小的 我觉得比我小的 就不懂事 他跟我说他是同岁的 后来我看他身份证 我才看见 他其实是比我小一岁的 年龄怎么了 有些人三十八 还说自己十八呢 就因为我比你小一岁 你老要跟我分手 就是因为你年龄小 所以你不懂事 所以咱俩在后面 说无条件地忍让你 他还总爱跟女生搞暧昧 就是有一次 我拿着手机 有个女生夹你 然后问你 你怎么给人删了 我当时就好奇 我说你莫名其妙删着你干什么 然后我就把他夹回来了 夹回来之后我问他 我说你跟他聊了些什么 然后他把你俩聊天的截图 发过来了 是你给人女生发那个 公二头机的视频 还有照片 发公二头机视频怎么了 但是我们也没做什么呀 但是我就发了一个 当时我就是在朋友圈 也就是发这种健身的视频 然后当时我看短视频 一批一批上大家也有发 我觉得这没什么呢 你为什么删人这样 你俩要没什么事的话 那还有一次 他跟我说 他昨晚加班太晚了 我今天上午先不联系你了 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了 然后我就登他微信 结果他又给个女生删了 我完成了之后 那个女生直接就跟我说 就不是 跟他说 然后我这边能看到 说那个宝贝 昨天晚上咱们聊得好晚 害得人家都那个睡晚了 你起来了吗 他为什么这么跟你说呀 那个是前一天晚上加的 我以为他就想单纯跟我做个朋友聊聊天 不是 你主要是你加了别人 你总删了他们 我觉得你就是有见不得的事 你知道吗 我和他聊了两句 谁知道他想跟我搞暧昧 后来我就看情况不对 我才给他删的 谁让你又加回来的 这个理由啊 赵老师直点头 我就想不明白 你是因为什么 去找别的女生聊天 是我不够好吗 你还好意思说 上回我都给你前任删了 就因为咱俩闹矛盾 你就给你前任加回来了 还是说想的了 想出来喝一杯 你俩因为啥分的时候 你自己不知道啊 不是你俩感情不合 是因为你俩父母 根本就不同意 你俩现在慢慢有联系了 我觉得你对我也挺不忠诚的 而且慢慢对我越来越不好 我都跟你说过 我跟我前任 我俩就是普通朋友关系 我俩不是你想的那样 而且我跟我前任 就聊了两次天是不是 然后他就做了一件 特别幼稚事 他很生气 他拿我家柜子出现 把那个手怼在柜子上 然后现在缝了27人 前两天刚才一天 现在手上还有8呢 怎么了 那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男人 应该有态度啊 你这不就是男人态度 你知道吗 你这太搞笑了 你这就是幼稚 跟你前人俩老说我坏话 我生气还不行 我都说了 我俩什么事都没有啊 而且我觉得哈 就是这不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是你控制欲 太强了 就我们公司的主持人 只要有帅哥 他就不让我去上班 他就说 你就把这份工作辞了吧 你别去上班 你再嫁吧 然后我新建了一个团队 我们那个领队他是一个男生 然后那天我手机丢了 然后我工作的地方 离我们那个市中心还是挺远的 然后我们领队 好心拉着我回去去找手机 结果回来之后 下车 他不仅不跟我们领队道谢 你看别人把你女朋友送我来 他拉着我就走 他拉着我也不让我 跟我们领队再见 然后还跟我说 你明天别去上这个班了 当时你手机丢了 为什么不能跟你男朋友说呢 非要找别人给你回去求 我跟你说你有时间吗 你那天下班你有时间吗 我不认为这是我控制欲太强 我感觉平时你生活 太不注意尺度了 你知道吗 我哪儿不注意尺度了 你平时身边就三五个女性朋友 剩下全都是异性朋友 挺多都是从追求者演变过来的 上次去唱歌 你们勾肩搭背的 完全把我当空气 你考虑到我的感受吗 大哥我们那叫勾肩搭背吗 那不是勾肩搭背那是啥呀 我出去玩我每次都带着他 我不说我出去玩了 我不带着你了 我朋友拿他当空气 是因为他对我朋友 一点都不尊重 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跟我女性朋友我俩出差 他对象没来送他 然后他来送我来了 他就当着我 和我那个女性朋友 就相当有闺蜜的面说 你看我多好都来送你了 不像有些人 连对象都没来 你幸福吧 你这说给谁听 点给谁看呢 还当我闺蜜的面说 说我闺蜜爱搓胖 说你这样找的对象 就不错了 我闺蜜整的都生气完了 也不当她的面生气 背后跟我说 后来因为她说的种种话 就跟我关心疏远了 当时是因为我就是 无心随口那么一说 如果你闺蜜的一句话 你是无心随口那么一说吗 你说人爱搓胖 她能因为这一句话跟你吵吵 我觉得你闺蜜也不是她好人 你知道吗 谁能接受得了呀 我都接受不了 我这个她说随口一说我相信 因为在她的这个世界 和在她的认知里 她是不存在这份教养 她而且对别人 比较两极分化 她那次就是有外卖员 给她送那个面条 就是汤撒了一点 她就对了外卖员 大呼小叫的 然后又打电话 又投诉人家 不是你干的事 投诉人家 她本来下雨天她就送晚了 再说我花了钱 那人家下雨天送晚了 给你撒了点汤 我怎么吃啊 我觉得我也有权利 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啊 你对你们老板咋不那样呢 他们老板不给她开工资 我说你去要去啊 人不给你开工资 干啥不要啊 他说算了 算了 然后给她大姑打电话 让她大姑要钱 她大姑说你多大了 这点钱还得我给你要啊 当时那份工作 是我大姑推荐人介绍的 我们老板公司倒闭的时候 把我电话拉黑了 那是你自己的工作吧 我找不着了 只能让我大姑帮忙去问一问 你工作黄了 这个事她一开始啊 她都没跟我说过 一开始我俩吵架 她搞暧昧 让我抓到了嘛 她就去公司楼底下等我求我 她跟我说 为了我不上班的一天 光在楼底下等我 一天扣600块钱工资 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的公司黄了 她这件事就跟我骗我 就没有扣600块钱工资这个事 当时我是想把大事画小 想希望咱俩继续走一下去 我跟你说 不管你想怎么的 他就骗我他就是不对的 后来我知道我会更生气 你们俩谈了多久了 两年了 你们谈恋爱的事情 这个家里人知道吗 就是这么盘着玩玩呢 还是家里人知道 家里人知道 你父母怎么看他 我父母不太同意我俩 因为他不光骗我 他连我父母都骗 我怎么骗你父母 你上次我领我父母看看你 他其实不已经没工作 工作黄了嘛 现在就发穿单呢 然后跟我父母说 自己家父母能给自己 整天世界500钱 我妈妻子已经知道她的新冠了 我妈就觉得这男生说话 太不靠谱了 太扯了 当时我不是想让你妈放心吗 你让我妈放心 你欺骗她所有的东西 都是拿欺骗来 然后还说她是好意 一点都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那我不让你妈放心 咱来怎么谈以后啊 你不能拿欺骗来让人放心吧 我妈就觉得这样人 就男生总拿骗来说 一点责任心都没有我跟你说 你今天来这儿 我就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 现在就骗成这样 那以后怎么办 结婚了怎么办 所以你今天来 并不是要分手是吧 对我想把这个问题 彻底地解决一下子 能解决就成 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她不再骗你的问题 她不再骗我啊 然后不跟小女生那个聊 这个男生就是一个 我们不说她其他的东西 至少在她的成长经历里面 她缺了很多的课程 她现在很青涩 一个青涩的人 要到社会里去摔打 摔打就是她一个成长的过程 是 她用她的方式 在谈着她的恋爱 用她的想法 在应对着生活 你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她 你从来没有考虑过 要跟她分手吗 考虑过 什么事件发生之后考虑 怎么又说服自己不分手呢 因为我俩在她还是 就是平常 还是对我比较好的 其实我脾气不好 但是她还是挺能忍我的 我脾气爆嘛 我总爱摔东西 然后我就吼她 她不是事 就是过后就像什么事 都没有什么 其实我这个脾气我也知道 很少人能接受 所以你找到了一个出气筒 对 这个出气筒这个工具 对你来说很重要 对 那你觉得她爱你吗 不知道 爱她 爱她什么呢 就是她身上的鼓劲 我觉得我挺喜欢她 总是给我感觉那种 就是不服输那种感觉 就是刚才一起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她这一点 还想跟她长久走下去吗 嗯 想 真实的你是什么样呢 告诉我 平时也是不太爱说话在外面 然后也是 是单亲家庭的缘故嘛 然后性格上也比较自卑 然后就是这样 就这锅 反正锅就给爸妈了嘛 我这样就是因为我爸妈不好 我要爸妈好 他们感情好 我也不会这样 是这意思吗 我理解 至于你们俩应该怎么办 该怎么调整 还有没有调整的必要 如果有 怎么走 你们听听四位老师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周老师 小伙子 你是天生习惯撒谎了 你处理事物的方式 就是通过撒谎 来去解决的 这是一种习惯 还有就是甩锅 我单亲家庭 单亲家庭有什么了不起啊 现在很多城市70%的离婚率啊 大把人单亲家庭 这不能够成为 这不能够成为她自暴自弃 她不努力奋斗的理由 那这位女孩呢 你说我有底线 你不要一次一次践踏我的底线 你压根就没有底线 底线是什么 是你一碰 我们俩就分了 这叫底线 对吧 从 你们俩刚认识到现在 在两年的时间里面 对吧 每一天你都生活在她的谎言之中 而且一次次被你发现 你说你的底线何来呢 坦白地讲 未来你们的家庭也不会太幸福 即使在一起 这是结局 我说完了 好 严老师 女生用暴脾气 用自己的情绪化 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你没有能力解决问题 没有能力在这段关系中 创造愉快 没有能力让这个男生 成为你心中想象的样子 而男生不断地撒谎 不断地用这种 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你们要同情我 也是在掩饰她的无能 男生我一定要提醒你啊 不用总说自己原生家庭 带来的痛苦 你多大了 你八岁吗 你都二十多岁 你成年了 成年以后的路是自己走的 你把自己蜷缩在那个 所谓单亲家庭的壳里边 你未来能爬出来吗 你一辈子淹没在这种 你给自己建立的壳当中吗 走出来啊 你是个男生 你是个男人 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 难道没有美好吗 你的奶奶没有给你温暖吗 你有啊 虽然我们成长于不同的家庭 但是都要去了解自己内心 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去寻找一段适合自己 滋养自己的爱情 我是真的为了你们好 去找一个能开启自己 力量的伴侣 去找一个能让自己读懂的人 也能让自己释放的人 我建议你们分开吧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欧欧兄 单亲不可怕 但单亲家庭当中 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教育 一旦缺失以后 孩子的长大 一定会出现问题 我们经常说对孩子伤害 最大的伤害是 离异以后 你们不给孩子的爱 又不去管孩子的教育 这是法定责任啊 婚离了 爱 是不能缺的给孩子 教育责任也是不可缺的 两个都从灵异家庭出来的孩子 在一起不容易 你们两个人现在是在成长过程当中 如何去修补原生家庭 对你们造成的那种真切的伤害 你们需要抱团巡来 更需要大家 用爱去改变自己 我还真希望你们在一起 我还真希望通过这样的爱 你们去认识自己存在的问题 自己一起抱团前行 艰难前行 好不好 好 谢谢高红兄 明大老师 谢谢老师 不能抱团前行 因为这是一个人品有问题的人 我也不赞同说 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就有那么大 我们每个人都是负重前行 对 每一个人出生 即使是父母健在 也可能因为父母的工作原因 父母关系问题 各种原因 导致我们内心受到伤害 但一个人的成长里头 是有各种关系 来帮助我们 拖着我们成长前进的 老师会教育 影视作品会教育 电视节目会教育 书籍会教育 甚至连游戏里 都会教你怎么做人 然而 你却选择了做一个骗子 骗女朋友 骗家人 为什么 因为来的太容易了 你利用自己的原生家庭的问题 来换取大家的爱和同情 你身上的问题太大了 男孩 谁跟你抱团 你都会把对方拖到难泥里去 如果你对这个女生有一点爱 你就不会骗她的钱 如果你对这个女生有一点爱 你就不会伤害她的朋友 来使她身边孤立无援 你就用这一些阴招 来让这个女孩身边 连一个能正常的告诉她 是非价值观的人都没有 假如她身边还有闺蜜 闺蜜会告诉她 离开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除了骗你 他什么都没给过你 但是你通过不尊重她的朋友 一个一个的刺激走了 她身边的人 然后 你去骗她的父母 骗她的父母 你嘴上说我是为你好 你骗她是为了能在她父母面前 有面子 有尊严 暂时蒙混过这一关 你根本没有打算跟这个女孩有未来 你也根本没有打算 在这个女孩的父母面前 留下一个长久的好印象 骗对于你来讲 只不过就是像你买的奢侈品一样 是放在你身上武装你自己 来掩饰你的软弱无能狡猾 今天如果能骂醒你 你能够做一个好人 恭喜你 如果今天不能祝你好运 而女孩再不离开这个男人 等着你的是什么自己想 米娜老师刚才有一句话 说得特别好 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背着 原生家庭的壳在负重前行 是这样的 所以每一个人在原生家庭当中 从不同的角度来说 我们都带有原生家庭 很重的一个包袱在走 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 你有什么特别吗 我就很奇怪 你明天老拿着跟我一说事 就现在年轻人动不动 就把锅一摔 我不行的时候我就一句话 我原生家庭有问题 你不是完了吗 女生也是 要拯救嘛 抹爱嘛 爱情可以拯救一切嘛 你先拯救拯救你自己 凭什么有那么大的脾气啊 我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改啊 是成年人嘛 明明知道我这个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我们改就好了嘛 克制嘛 都没有 要不要好 你们自己想清楚 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骗你是我的不对 我以后不会骗你了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那你以后还跟别的女生 聊微信吗 我可以不跟别的女生 跟阿姨妹聊微信了 但是你也不能 跟你前任联系了 我都说了 我跟我前任真 什么事都没有 你总是误会我俩 是你自己想的问题好吗 这个问题 那你要是跟你前任 要还联系的话 这个我接受不了 那我要是呢 也能跟那些女生聊天的 这就是你今天来 跟我道歉的态度是吧 你道歉 就用这种方法道歉 那我就真的再考虑考虑了 咋能不能成 我考虑一下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官们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通过 禁约APP 添加FTV 网络电视 以及外市打手机客户端 收看本期的节目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还有什么跟他说的吗 嗯 就是觉得挺后悔的吧 我只问一个问题 我只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有一个哥们天天骗你 遇到什么事都骗你 你还跟他做朋友 你肯定不会跟他做朋友 啊 不会 好啊 所以你想想那件事 加油吧 小朋友 谢谢 来吧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 来吧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